最近世界各地冲突不断 国际也越来越担忧这些军事冲突 可能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英媒每日游的报道 盘点了三战不幸爆发后 地球上可能还算安全的四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在英国五斯特郡的伍德诺顿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买的避难设施 他最初是BBC在伦敦发生危机时的隐蔽基地 但现在已经变成BBC录音工程师 和技术人员的培训基地 这个现在叫做PON的基地 深藏在五斯特郡的山坡深处 有很多层地下建筑 BBC在2016年发布的文件指出 这个基地可以在英国遭受严重襲击时 继续用来放送新闻 而相关设施可以容纳90名BBC员工 是很保密的重要基地 第二个地方在美国宾州的乌鸦岩山中合体 建造在1948年的乌鸦岩山中合体 有10万英尺的办公空间 同埋设有两条1000英尺长的隧道 同34吨的防爆门 最多可以容纳1400人 这个基地的规模大小型同一座城市 一直都有地下五角大厦之称 据说如果美国首都遭受毁灭性襲击 华盛顿政府会立刻转移到这里开展工作 而人家长期以来都认为 乌鸦岩山中合体会在发生核战争时 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地方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比德斯山 它位于维吉尼亚州的亚巴拉契亚山脈 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重要通讯站 相关设施一直是美国政府连续性规划的重要一环 而这个隐藏的基地可以容纳数百人 近年来 当局花了6700万美元对相关基地进行翻修 而外界猜测 如果华盛顿不幸遭遇襲击 这里可能会被用作情报机构的搬迁地点 第四个地方在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下延山中合体 它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下延山中合体 是美国太空部队的防御掩体 也是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总部 它建于20世纪50年代 可以容纳1000人 而它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冷战 这个基地的各个房间都见有储存燃料和水的水库 有传言说 它的其中一个地方甚至还有地下湖 为了令基地拥有最先进的技术 美方甚至还投资了近4000万美元 为这座基地配备了15台控制台显示器 以及3台房间大小的Filco212电脑 它的年营运成本高达2.5亿美元